彈舌根就比較難了 彈舌根的話 你的舌頭頂著門牙 那這時候呢 那你的舌根產生真空的時候往下 而且類似我這個樣子 彈舌根是舌尖頂著門牙 舌肌力如果很差的話 吞咽是會有困難的 道遠的阿公87歲 常常喝水會槍道 對 因為他其實已經87 那他的身體的各個部位 其實都已經開始退化 那我們其實最近觀察到 阿公的一些狀況是 他喝水常常會去槍道 或者是說他吃藥的時候 吞咽其實都會有一點困難 對 所以我們就是 這一塊上面 我們其實有滿多的疑問的 而且87歲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張藝竹竹 你怎麼自己發現 你的吞咽力在下降 四十四歲 吞咽力 對啊 怎麼回事 好像現在偶爾會吃義大利麵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有一小段 會卡在喉嚨中間 以前好像不會有這種情況 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 也是因為年紀大關係 然後開始有退化的跡象 我要請教周院長 因為我們知道前總統李登輝 他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他就是沉默的吸入性肺炎 住院一百七十四天辭世 當時他是喝牛奶嗆到的 其實在我們吞咽這個動作 本來就是一個反射性的動作 就是你要吞的時候 舌根往上頂 然後你的喉頭往上 然後你的慧咽就蓋起來 讓你的食物能夠沿著你的食道 而不會到氣管上去 那大家看到嗆到 他是一個變成是一個保護的措施 就是讓你不要讓他進到氣管 但是你看到他嗆一次 但是有可能 還有另外一次是他沒嗆 就直接就進到你的肺裡面去 那這個我們就叫沉默性的 吸入性肺炎 那這個是在醫院裡面 很常看到的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蛇肌力很重要嗎 趙醫師說 我看你的臉就知道 你的蛇肌力好不好 你說美國總統川普的蛇肌力 你不怎麼樣 那當然我們看到就會注意到 這個川普總統他的雙下巴 很明顯 那如果說我們要硬做個雙下巴 下巴一縮 整個每個人雙下巴都出來 那可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他在講話的時候會喜歡覺嘴 他在講話的時候 一直都用嘴型來幫他講話 所以如果一個人講話 你會發現他的嘴部動作特別多 下巴如果小的人 他會喜歡坐著下巴 那這時候我們就知道 他的舌頭其實沒有什麼力氣 所以說如果我們看到這個下巴 容易皺下巴的 我們就擔心他打汗 所以難怪你說蛇肌力正在退化 對 沒錯 雙下巴睡覺打呼 突然停止呼吸 睡眠呼吸中止症 這些症狀可能都來了 對 那反而是像以前總統 這個下巴大的 他舌頭反而有力 但是他是放在錯誤的地方 那這時候他就容易吸入心肺炎 所以他剛好會有兩種 我們一看到臉型 大概知道他的舌頭力量的狀況 也大概知道他的身體姿勢 容易生什麼病 大概也可以推估出來 今天帶來這個叫做舌壓劑 對 舌壓劑來檢測你的舌根的肌力 林道遠處列 我趕快臉 要不然我老婆都不跟我共床了 這個舌壓劑就是要檢測一下 你的舌根肌力有多少 理想的舌根肌力是55大奇壓以上 如何檢測 趙醫師 那我們檢測的話 這個是美國那個愛阿華大學 他們發展的一個儀器 那我們待會兒 我先簡單說一下 那我們待會兒會把這個新的這個氣球 放到你的舌頭上方 那你就用力用舌頭把它往上抵 那我們這邊就會有一些數值在 那我這邊已經把它歸零了 那你就用力往上抵 用力往上抵 OK 好 那可以拿下來 那我們這邊就明顯看到你的數值是64 64 64看起來還不錯 不錯呀 對 那我們一般來講 50以上就算不錯 但是有個關鍵 你睡覺的時候舌頭有沒有辦法維持在上 沒有 沒辦法 都放鬆了 我們接下來看它的耐力 30大氣壓它能夠支撐多久 好 那我們大概 對 那我說開始你才開始 好 預備 開始 有點舌頂上顎的感覺 測出它的舌頭的肌力到底強不強 等一下還要告訴大家 沒有這個儀器 家裡有小番茄 小番茄是可以測出的 它大概10秒 10秒就算很勉強及格 勉強及格 我們在診所大概要到20秒 20秒 好 因為你在睡覺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持續貼在上顎 是 如果你沒辦法舌頭貼在上顎 你掉下來就開始打呼了 所以我們來賓桌上都有番茄 觀眾朋友家中也有番茄 因為現在說要教大家 沒關係啊 我們就用番茄來試試 你的舌肌力如何 也可以做練習 一般我們小朋友的話 會怕危險 所以大概我們就請小朋友 買個那個比較 兩三顆無糖口香糖 或者大一點像那菲蕾 比較大的口香糖 那你就把它搖軟 用舌頭去把它碾碎 那大人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 這個小番茄 不是要叫你吃它喔 是要叫你把這個小番茄給碾碎喔 你看看我就碾碎了 又點給它難喔 對 那我自己舌壓大概是70 對 因為我也會大火 來 林道遠 不用吃喔 吃去碾它喔 你覺得有碾破就厲害了 哎呦 好破啊 所以它的舌肌力還算不錯 對 所以我們剛剛量起來 也確實是還不錯 再來 抬頭舌推湯匙 這要怎麼做呢 對 那 先請院長吃飯 我們通常喔 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是舌頭的力量 對 我們剛剛彈舌根啊 或者有時候簡單一點 舌頭頂臉頰 繞圈圈 對 那各位可以繞個20下 20下 20下 我再繞一次給大家看一看喔 這個舌根肌力很強喔 我大概做個十幾下 你做個20下 30下 你會發現脖子就痠了 那你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舌頭 跟整個身體之勢 也是有相關性 息息相關 對 那但是舌肌力可以這樣練 舌耐力就難了 嗯 通常看個電視 你舌頭很自然就掉下來 不用睡覺 有人看電視就打呼啦 啊 對 那怎麼辦 我們就會用這個很小的湯匙 對 那寬度不能超過兩公分 嗯 因為我們牙床喔 大概兩顆牙齒寬度大概 三點多公分喔 那通常我們就是放著 舌頭貼著 嗯 那舌頭就平貼 對 那你就這樣看電視 兩個人是否都能執行呢 那這個是比較比較簡單的 你就放著 等於是練習嘛 對 你咬著他 舌頭頂著而已 練習舌頭的肌力 那這個小朋友也能做嗎 小朋友可以 小朋友也是可以的 通常我四歲五歲的小朋友 看電視就開始請他 有時候頂湯 嗯 目前這幾位來賓你認為合格嗎 院長 院長可能要再放後面一點點 哦 那你會發現有些人 他就會開始皺下巴 結果發現問題就來了 對 皺下巴就代表他其實舌根 已經沒有力了 啊 就會容易出現剛剛中部院長 提到的這個心理性肺炎 哦 那如果說你容易皺下巴 那我們這個肌肉都不夠 不夠 就是太緊了 嗯 那所以我們就會做第二個動作 抬頭 還是頂著 但是你抬頭的時候 你會發現舌骨往下 對 舌頭往下這個肌群 哦 你就會覺得他緊繃得很厲害 嗯 那就要練習的時候有時候 頂著湯匙的時候 去把這個肌肉放鬆 嗯 增強你的肌肉 減少你打寒 還有剛剛西路信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0YouTube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FB點贊